太极拳 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武术拳法流派 也是一种优秀的健身方式 具有独特的东方文化的魅力 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研究总结产生的一种运动 太极拳锻炼方法十分丰富 具有多种流派 适合不同爱好的锻炼者选练 广大群众长期实践证明 太极拳运动具有良好的健身作用 世界各国的科技工作者 也对太极拳健身进行了系统的科研 研究成果表明 太极拳的健身方法 符合现代科学原理具有很高的健身价值 现在太极拳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运动 传播到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许多朋友通过学习太极拳不仅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还体悟到东方优秀文化的意境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普及太极拳 更加有效地宣传研究挖掘太极拳的内在价值 使世界各国太极拳组织爱好者 研究者充分交流记忆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中国武术协会 国家体育总局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和中国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 于2001年3月21日至26日 在三亚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 本次活动由三亚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南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和三亚市武术协会承办 大会以科学健康为宗主 以和平友谊为目标 取得了巨大成功 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受到世界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有力的推动了太极拳和武术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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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老师他是河南汶县神江坡人 首支约学室典一带军人 是审舍十九师裁机群 第11丸一带候人民 看现在河南弓设 metadata 辅职之外 恩菲 之外 仲口令人学习惠男人 陈正雷 顾名太极拳家 现任河南省武术馆馆长 陈正雷老师1958年 开始学习家传的陈式太极拳 全面系统地掌握了陈式太极拳 太极器具的技术套路 练功方法和理论知识 在1974年至1986年 河南省和全国武术表演比赛中 多次获得优秀奖和第一名 培养了大批的太极拳学生和师资力量 为河南省及全国的传统武术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正雷老师多次应邀到国外进行讲学 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近些年来 他出版了陈式太极拳汇宗等多部著作 陈正雷老师曾经获得了十大武术名家的称号 他现在演练的是传统城市太极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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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